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喷兽恐龙大王成长陪伴模型 前周龙阿苏的复原 前周龙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恐龙 它属于暴龙类 也叫暴龙类 这类恐龙一般来说 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个样子 短短前肢 一个比较大的脑袋 然后身体非常壮硕 但是前周龙是里边 比较另类的一个存在 它的头看起来是非常的狭长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然后它的身体也看起来比较纤细 但是依然很大 这里展示的是强周龙的一个复原图 这个是当时前周龙最早发现的时候 我为这个吕军昌博士当时那个论文 所配的一张这个复原的插图 这张复原图上展示的前周龙在捕食一个当地的这个切蛋龙类 叫南康龙的一个过程 前周龙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就是它的脸非常的长 而且它的鼻子上方有一排短的脚状粗起 活着的时候 这个口鼻部可能有角质覆盖 因此这个部分的颜色在画面中显示出的比较鲜艳 它面部整个颜色要丰富一些 然后它的身体的颜色看上去就比较暗淡了 它的前肢并没有发现 但是前肢根据它的近亲 它的旋关系跟特暴龙或者分支龙旋关系是稍微近一些 根据这一类近亲 我们推测它的前肢也像其他很多霸王龙一样 只有两个指头 它的身体非常的细 可以快速地奔跑 可以适合在非常密集的森林中穿行 前周龙很大个儿 但是它善于走动的地方 可以是树木比较繁盛的地方 虽然化石并不完整 前周龙的身长我们推测 一般来说它可能达到8米左右 因为它的头骨非常的长 头骨大概有一米长左右 然后它的身体化石虽然保留的很少 只有椎体的一部分以及骨盆的一部分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它的身体是一个大型的 至少七八米的一个大型动物 然后在前周当地曾经发现过一个霸王龙类的足迹 如果这个足迹属于前周龙 那么根据那个足迹推测 前周龙可能长得会更大 因此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大型的石肉恐龙 前周龙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的嘴巴 它的嘴巴由于很长 所以张开嘴的时候能够达到很大的一个范围 然后它的牙齿我们虽然没有发现 但是从那个牙齿的残留的那个牙根那个洞里 我们依然可以推测 它的牙齿其实是非常粗壮的 因为前周龙那个牙齿的留下的洞显示出它那个牙齿 它的泡面是非常圆的结构 尽管如此从它牙留下的孔洞呢可以看出它的牙齿的形状 依然是典型的霸王龙类是比较圆的那个样子 是比较粗壮的这个镯子状的结构 另外前周龙的鼻孔 两个鼻孔非常的近 我们在做第一个复原图的时候 就是这张图里展示的这两个鼻孔 左右最早是像现在突就一样是可以穿透的 但是后来我们认为这个前周龙的鼻孔虽然靠得很近 但中间可能会有软骨的隔板 因此后来在做模型的时候更新了这一观念 就把它的两个鼻孔做得更向下 像现在我们认为的那样霸王龙的鼻孔应该朝得更贴近嘴的位置 更向下 因此它的鼻孔是各自独立的存在 并不像突就那样 这是左右打通的 然后它的鼻孔上方连着一系列的角 这种角不光是前周龙有 而且在前周龙的近亲 温之龙也存在这种结构 这类角状结构 是一种早期霸王龙超科的这个恐龙的遗留 霸王龙超科的那些恐龙 就比如关龙 五彩关龙 或者是这个羽王龙 它的面部结构上显示出有更大的这类结构 到后期它的角质结构会越来越小 到前周龙就变成了一系列尖刺状的结构 到后来的霸王龙就变成了一类大型突起 前周龙除了这个结构之外 它脸上还有几处角质结构 一个是眼睛两边非常宽大的这个肋骨角 这个肋骨角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大小达到了有些伊特龙的这个大小 这个肋骨角的发达 在霸王龙类里实际上并不多见 然后另外就是 它的面部这个位置有一个颧骨角 画实显示出它的颧骨角 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小刺状结构 然后它的身体上并没有发现过皮肤化石 前周龙身体保存化石保存的并不是非常的全 更没有皮肤的化石 因此我们在塑造前周龙皮肤的时候 基本参照是霸王龙近亲 浑身不满细腻的小鳞片 然后另外就是前周龙的脚部 江崎曾经发现过这个霸王龙的主体的化石 就脚印的化石 化石显示出它像很多其他霸王龙类 已知的霸王龙类一样 具有非常非常肥的这个脚趾 这样的脚趾可以让它非常好的 适合在各种各样的地形中运动 就比如说在这个河滩 这个比较松软的泥土上 防止它过深的陷入 这个宽大厚实的脚底 也让它比较适合长时间的去行动 然后这种比较厚的脚垫 在今天的鸟类里 善于奔跑的鸟类 就比如鸵鸟或者耳苗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 它的化石显示的骨头部分 是贴着脚背 然后在脚的底部 有大量的肉垫形成的脚的结构 让它走起路来 也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前兜龙的前置 我们在塑造的时候 像其他霸王龙一样 给它塑造成两根指头 它第一根爪子 虽然没有保存完整的化石 但如果它前置是像复原的这样 是两根指头 那么它第一根爪子 就只有一个关节 就并不像我们人的手指 可以这样灵活去动 它只是一个整体 只有根部可以动 然后它的第一根指头 虽然只有一个关节 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爪子 它的第二个指头 有两个关节 就像我们人的大拇指 除了根部活动以外 这里也有一个关节 然后有一个 要比第一根指头 要小一些的指甲 就像画面上这个展示的一样 它第一个指头比较短 第二个指头比较长 它活着的时候 就是它的胳膊本来就很短 但是它胳膊活着的时候 可能看上去更短 因为它有一部分骨头 是埋在这个皮肤里边的 因此前周龙整体上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参考 这个分支龙 或者是特暴龙这一类 进行它的身体的复原的补充 前周龙的化石头骨 保存得非常精美 但身体保存的却不太理想 因此我们在做它身体复原 以及整体复原的时候 通常参考特暴龙 以及分支龙的去进行它的复原 以上就是关于前周龙的 一些复原故事